宽敞舒适的就医环境 先进的医疗设备 设施齐全的生物实验室 这是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影溢国际医疗中心给访客的最初印象 该中心是海南自贸港建设以来 再穷投资最大的台资健康领域项目 这个项目的掌舵人是台商二代 85后林凯军 我是99年来到大陆 然后在上海读的中学 后面的话到美国读的本科 后来在04年回国工作 毕业回来之后呢 进入到家族企业当中 在08年之后进入到这个医疗的管理当中 跟我父亲一起创立了影溢生物科技医疗 林凯军自称赶海姑娘 他介绍2015年海南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要引资台湾医疗企业 家族企业可以借此契机将在台湾的医疗业务拓展到大陆 于是林凯军向父亲主动请应 全权负责这一新板块的运作 当时进入到这个医疗板块 也是因为我父亲早年创业比较辛苦 身体不好 那么也是在全球范围当中看到了生物科技 生物细胞治疗这方面的对他的疾病的康复疗效 那么也是这个原因我们集团进入到这个产业 想要将这个创新的医疗技术转化到临床 它可以能够治愈我父亲 我也希望可以造福更多的人 在林凯军看来 乐城先行区的系列特许政策 最适合生物医药创新技术的临床转化应用 为此他选择扎根海南 梦想在这片热土上成就一番事业 了解了乐城这边的各项特许政策 包括对于特许经营 像我们这样子来自台湾的医疗机构 能够通过特许经营的这个政策能够落地 另外的话还有这边对于特许研究 对干细胞生物细胞治疗的这个特许 我们能够在这里 未来可以看到干细胞相关的治疗 最终可以推向临床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选择来到乐城 截至目前 乐城先行区已引进特许药械超320种 有25家医疗机构开业运营 影益国际医疗中心是其中一家 机构目前主要设有运动医学及康复 预防医学及慢病抗衰 和女性健康及生育力保护三大中心 林凯军看好未来乐城的发展 他介绍 现在企业里有一半以上的科研人员来自台湾 未来他希望能将更多优质的医疗器械 药物技术人才引进海南 所以我也很希望在未来 我也可以作为这个去推动两岸 这个医生啊 然后医学院啊 还有很多的相关的医疗产业的人员 来到海南交流的一个桥梁 对 在林凯军看来 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中 很多新兴行业都在继续发展动能 他建议台青来大陆多走动多交流 深度参与到这场新世纪的经济大变局中 医疗行业 尤其像生物医疗行业 其实中国大陆都是走在全球很前端的 那么怎么样去抓住这些新型行业的发展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样 多走多交流 真的是走过来交流去看到这个机会之后 留下来去参与到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第一步连走过来看看都没有的话 那你就很可能会去错失这个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